揭哈馬斯第二階段計劃 美英聯手對哈馬斯重綁制裁 台積電將中謀扶APEC 傳四項信息 習近平下塔酒店詭異黑白配 紐心為APEC清理街道 捷克電視台卻遭搶 2024大選最新動態 思考特及萬音退選 大家好 首先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11月15日 星期三歡迎收看希望之星瑜伽新聞 我是林欣 看下大家 我們的節目除了在YouTube播出外 還會在乾淨世界這個新平台播出 網址在影片下這個地方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1月14日 以色列對加沙的地面行動還在此持續 據以色列時報報道 以軍已經佔據加沙哈馬斯議會大廳 哈馬斯憲兵總部、政府大樓、警察總部 除了被擊斃和在地道中的哈馬斯 剩下的哈馬斯分子正在向加沙南部逃亡 哈馬斯已經無力抵抗以色列的打擊 只能扣搖 請聽報導 以色列猛烈進攻 迅速推進 哈馬斯第二階段計劃也被曝光 據華盛頓郵報報道指出 來自四名西方和十幾位中東國家的情報 和安全官員提供的證據表明 哈馬斯策劃者 意圖發動一次歷史性打擊 來迫使以色列做出壓倒性反應 報導提到 最新情報證據顯示 哈馬斯10月7日行動的目的不僅要對以色列人落手 而是要研點整個區域 並導致更廣泛衝突的大火 一些武裝分子攜帶了足夠幾天使用的彈藥、 裝備和食物 甚至還指示如果第一波襲擊成功 將會繼續深入以色列 他們可能會襲擊以色列較大的城市 哈馬斯打算繼續進行襲擊 直到約旦河西岸邊境 路透社14日報導 以軍發言人哈加里少將說 以軍在蘭帝西醫院地下身發現了一個指揮中心 裏面有哈馬斯的軍火庫 被哈馬斯扣押的人質不僅被關押在蘭帝西醫院下面 棄法醫院下面的哈馬斯軍事總部 也有被劫持的人質 美國情報官員表示 這個證據是真實的 目前以軍的戰車和裝甲車 已經集結在距離希法醫院入口處的幾公尺前 新瓦爾是插役難飛 哈馬斯沒有立即對以色列的最新聲明發表評論 在14日美國和英國作出行動 要撤斷哈馬斯組織的資金來源 對哈馬斯和其支持者實施新一輪制裁 美國財政部長耶倫發表聲明說 美國將針對與哈馬斯有關聯的個人 和實體實施制裁 針對的是哈馬斯主要官員 以及伊朗向哈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蘭武裝組織 提供支持的機制 這是與英國協調採取的制裁行動 目的是削弱哈馬斯的金融基礎設施 撤斷他們的外部資金來源 並封鎖他們尋求的新資金渠道 對哈馬斯領導層的制裁 包括旅行禁令、資產凍結和武器禁運 11月13日消息 以色列總統夫人米歇爾 赫爾佐格透露 她的一個兒子 亦是以色列地面行動部隊的一員 正在在加沙和哈馬斯作戰 不過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她的消息 赫爾佐格說 對所有的女性來說 這段日子過得都很艱難 而還有內塔尼亞湖的前任莫寮長 耶希爾萊特的兒子 亦在對加沙的行動中身亡 內塔尼亞湖表示 以色列會頂著國際壓力持續到底 對抗世界亦在所不惜 現在哈馬斯唯一的底牌就是人質和停火 已經別無他法 哈馬斯開始求謠 表示要和談並釋放人質 哈馬斯發言人表示 他們討論分組釋放70名人質 以色列將同意5天的暫時停火 並為加沙平民提供大量援助 以軍全面控制加沙城 下一步的戰事將如何發展呢? 對此台灣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前院長余忠基將軍分析 整個中東戰爭最大的變數 就是伊朗和敘利亞究竟會不會介入 其實就看兩個後面的老闆 一個就是俄羅斯 另一個就是中國 習近平現在在美國要和拜登進行經貿上的談判 中東問題自然亦會是主要的議題 所以我覺得這一段時間應該不至於中東的局勢會有大幅的變化 以色列整個加沙的行動 目前是沒有令它擴大 伊朗幾乎是按兵不動 美國部署在以色列周邊 潛艦達到了左下的效果 尤其美國最近直接派出F-15 去轟炸敘利亞的空軍基地 也摧毀了要提供比哈馬斯的彈藥庫 我覺得加沙走廊衝突的程度 應該會維持到一定的穩住狀況 不會有突然之間的升級或者擴大 APEC會議將在11月15日到17日在美國三藩市舉行 各國領袖將在14日抵達三藩市 台灣領袖代表台積電創辦人張中謀 14日晚上搭機赴美參加APEC會議 他將代表蔡英文總統參加一次驚合峰會 同時中共黨魁下塔的酒店佈置頗為詭異 引發全網關注 請聽報導 台灣時間14日晚間 張中謀在夫人張淑芬的陪同下 率領台灣代表團啟程前往美國參加APEC會議 國安會秘書長顧立雄 外交部長吳超舌也到桃園國際機場送機 張中謀出發前說 他將傳達總統蔡英文交代的 包括台灣將自力促進區域和平 建造更具韌性供應鏈等相關信息 張中謀說 亞太經濟合作是個很重要的對話平台 蔡總統交代他要傳達四個信息 第一 台灣自力於亞太區域的和平和繁榮 第二 台灣和夥伴大家一起努力 透過能源的轉型控制氣候 第三 台灣要和同伴合作 建立更具韌性和彈性的供應鏈 第四 台灣也和同伴合作 一起減少區域內的數位落差 張中謀也提到 他有這個榮幸 第七次代表領袖到APEC會議 他會很努力將信息傳達給所有APEC會議 居自由財經報導 聖全拜登會入住三藩市費爾蒙特酒店 記者在現場看到 酒店附近已經零星架起圍欄 並且周圍有很多警力 而代表台灣的台積電創辦人張中謀 則會入住三藩市聯合廣場 聖方製威斯汀酒店 目前還未見到明顯的管制和安全措施 但引人關注的是 自由財經的記者發現 中方可能入住的酒店已經蓋上白布 在拍攝過程中 竟然遭不明身份的中國人士 以私隱為由阻撓拍攝 並聲稱已經包了整間酒店 聖全中共黨魁習近平 將會入住三藩市瑞吉酒店 距離APEC會場報行不用五分鐘 記者在11號經過時 發現有很多中國人士出入 當時還未實施管制 但在13號酒店附近已經架起黑色圍欄 其特的是 酒店停車的地方以白布覆蓋 十分顯眼 並且有幾部以黑色包裹的轎車出入 無法辨識車牌和車的型號 酒店的二樓還有人正在貼上疑似磨砂玻 避免外界直接看到酒店裏面 是私人的東西 請大家不要拍攝 你們可以拍酒店 但白色的棚不能出現在任何地方 這是我私人的財產 一名台灣記者反駁 我們在公共區域拍攝 這裡是自由民主的國家 我們只是拍酒店而已 中國男子回答說 拍酒店當然可以 但酒店也是我們全部包起 理論上也是我們的私人財產 它還要求台灣媒體不能進入瑞吉酒店的大廳 否則會尷尬 在14日不少網友都發了現場的短片和照片 《大紅的微笑法》推文說 中共黨魁習近平可能下塔的酒店已經蓋上白布 並且有數量以黑布包裹的轎車進出 十分神秘 有網友說 這是在這裡搭鈴鵬嗎?太恐怖了 還有些人說 中國傳統黑白調是喪事佈置 好不吉利 還有網友說 中領館在這裡就習近平 在14日 希望之聲記者也在三藩市現場進行採訪 州方所帶領部分海外民主運動人士組成的團隊 在上午8到9點在三藩市灣區Livermore的一個小機場 開飛機拉大橫額 在三藩市灣區上空飛行 現場還有自由女神像等 州方所等人高呼結束中共 自由中國 自由香港等口號抗議中共黨魁的到來 APEC峰會將在美國三藩市召開 目前各國領袖已經陸續抵達 而原本很骯髒的舊金山市中心 已經變成一個高度警戒區 到處可見高大的安全圍欄 會場周圍4乘4的街區 將不允許任何未經授權的車輛通行 紅色區域禁止未經授權的行人進入 請看報導 傾客之間 三藩市一直面臨的毒品、搶劫、非法移民和無家可歸的問題 導致許多大零受傷撤離三藩市的問題 卻因中共黨魁的道理而大清理 連三藩市的公共交通、著名的地面纜車也會被影響 暫時改用公車接駁旅客 這令許多人對州長扭心感到憤怒 而且為了應對各國領導人遭到抗議 三藩市警局今年2月起就密羅緊固地培訓警員 預計將有2,000至5,000位警察和聯邦執法人員進駐 平均每4位與會者安排1名警察 用來阻止可能的威脅和可能的抗議活動 據報導 亞肯色州共和黨州長桑德斯在《X》上寫道 最可悲的是 加州領導人表明 他們可以清理街道 只是選擇不這樣做 但在亞肯色州 我們正在打擊犯罪 降低稅收和投資社區 而我們這樣做 是為了亞肯色州人民 不是中共 公共空間Public Square 的始創人 蔡伏特 Michael Seifert 也說 美國城市的每個問題、犯罪、毒品、無家可歸 都可以在一夜之間解決 但統治這些地方的激進左翼思想家 根本就拒絕解決 除非外國獨裁者要來這座城市 很多三藩市居民已經不再信任紐心 認為清理工作只是暫時的交曝 而不是解決城市問題的永久解決方案 報導說 80%的三藩市居民表示 犯罪是一個主要問題 只有26%的選民表示 他們會在下一次選舉中投票給紐心 但三藩市表面街道乾淨 但劫匪卻沒有配合紐心 捷克電視台媒體團隊為採訪APEC 而來到三藩市 卻遭到蒙面持槍歹圖搶劫 劫匪用槍對準攝影記者的套 和採訪記者福斯塔的頭 劫匪還搶走了所有攝影器材 價值超過18000美元 更重要的是 採訪檔案也被一起搶走 捷克電視台感到非常沮喪 而且目前還沒有搶匪的下落 當地警方舉報仍在追插搶匪 加州治安狀況已經擺在全世界面前 不僅如此 在APEC會議召開前的11號凌晨 洛杉磯市10號公路下方的14階兩側 莫名奇妙地發生了大火 火勢很大 被融化了公路的江濟湖蘭 連消防車都損壞 支撐運營土的大柱也因此倒塌 州長劉森在13號說 據初步調查 是有人故意中火 導致了這場災難 是誰故意放這麼大的火呢 是非法移民還是恐怖分子 還是一直揚言會攻擊美國的中東極端分子呢 很多人在這裡猜測 那觀眾朋友你認為呢 請大家留言說下你的想法 在來愛河華州共和黨初選黨團會議投票 僅剩下兩個月 南卡羅來納州參議員提武施考特 在11月12日晚上宣布退出共和黨總統初選 兩黨也有不少人宣布退選 最突出的是民主黨的溫和派議員萬欽的退選 而拜登宣布正式參選 最後可能會是拜登、川普和小金乃迪的比拼 請題報導 目前川普的支持率繼續遙遙領先黨內的所有競爭對手 導致黨內很多人表示 除非發生一些令人震驚的變化 否則共和黨內初選實際上已經結束 史考特在霍氏新聞頻道的《美國週日之夜》的節目中 出人意料地宣布退選 這令他的競選團隊亦感到突然 因為就在13分鐘前 他的團隊還發電子郵件 徵求支持者的捐款 史考特說 我今天給5月22日剛宣布參選時更愛美國 我將暫停我的競選活動 我認為地球上最傑出的選民非常清楚地告訴我 題目現在不是時候 更令人震驚的是 國會已經有近20位議員宣布在2024年離開民選職位 其中有6位參議員和13位議員 而引人關注的是 西維珍尼亞州民主黨聯邦參議員 維西維珍尼亞州人民服務是我一生的榮幸 他說 這個國家歷史上的這一刻 充滿了危險和政治失靈 而兩黨已經不將注意力放在解決問題上 他表示 我要在全國走走 率直地發表意見 看看是否有興趣發起一場運動 動員中間力量 找到共同點 令美國人再團結起來 目前副總統哈里斯 已經在11月10日代表拜登和他的連任競選團隊 向南卡羅來納州民主黨主席克里斯·佩恩 正式提交文件 登記拜登參加南卡羅來納州的民主黨初選 拜登在民主黨內還沒有競爭對手 獲得提名似乎沒有原念 但是他的支持率一直下降 包括在黑人和少數族裔中的支持率都正在下降 日前在紐約時報和食爺納學院 以及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公布的一項民意調查都顯示 在六個搖擺州的五個州 拜登都輸給川普 而川普在共和黨勝出也幾乎沒有原念 因為川普基本上是以50%至64%的支持率勝過其他候選人 而在獨立參選人中 小羅伯特·金·乃迪是一位環境律師和疫苗懷疑論者 她在10月9日宣布脫離民主黨 轉移成為獨立競選人之後 民意調查顯示川普的選票可能會被瓜分 這樣為明年的大選帶來更多的變數 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此 多謝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給我們下次再見 比達小拉伯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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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